关注海参销售 刚刚结束的十一长假和中秋节 原本是海参消费的旺季 可是在今年的双节期间 不论是餐饮市场还是礼品市场 对海参的需求量都大幅下滑 消费不如去年同期的一半 往年火爆的销售场景不再重现 现在正常一个月销售是100万来算的话 可能是居民消费者达到80到90万这样 但往年恰恰相反 往年可能居民消费只有30万20万这样 对 现在明显变化就是说 就是消费结构在改变 高双做了15年海参生意 坦称今年十一和中秋节 消费市场出现的暴冷变化 还是他头一回遇到 按照往年规律 双节本应该是海参礼品市场销售的旺季 可是今年恰恰相反 节日期间 礼品消费市场份额与往年相比减少了一半多 而餐饮市场的份额也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专家认为 海参消费发生变化的最大原因 就是今年中央狠杀 节假日公款送礼之风 而以往不被海参商家看中的大众居民消费 成为了各商家销售的主要渠道 算是依靠政府采购这样的渠道 来销售的海参产品 那么往往现在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类似以这样渠道为主的企业 大概它的销售额下降在60%以上 为了促进海参消费 商家之间已经开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价格战 在大连 记者来到主要的海参销售点黄河路 不少门店外的广告牌 打出了降价促销 优惠大仇兵的字样 甘海参的降价幅度在1000到2000元不等 最低为美金3000多元 但即便是这样 甘海参礼品消费市场依然低迷 不少商家已经意识到大众消费结构开始悄然转变